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绚丽的倒计时效果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 这个课程将是一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课 这个系列课程将带领大家逐步学习HTMR5中最激动人心的技术Converse Converse顾名思义是定义在浏览器上的画布 通过我们后面的介绍,大家会慢慢的明白 Converse不仅仅是一个像P标签、H标签或者Image标签一样的一个元素 Converse更是一个编程工具,是一套编程的接口 它的出现已然超过了Web基于文档的设计书中 将网页这一形态的应用程序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利用它,你可以开发出很多梦寐以求的东西 比如游戏,比如动画,比如动态的图表和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应用 你可以开发出一场音乐灯光秀,一个物理模拟引擎 甚至是更加绚丽的3D效果 Converse为我们敞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很喜欢一个说法 过去Web编程就像是软件开发的黑暗时代 因为我们只是简单的把数据库中的数据拿出来 放在网页上显示出来 但是Converse就像是一场文艺复兴 让编程工作者彻底释放自己的创造力 那么在这节课程中 我将带领大家制作一个屏幕上显示的这样一个绚丽的倒计时效果 这个课程将仅仅涉及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 比如球形的绘制 动画的基本原理 大家将通过这个课程体会到一些极其基础的converse内容 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制作出绚丽的效果 我们在后续的系列课程中将逐渐深入到converse的方方面面 我们力图每一个课程除了介绍知识以外 还能帮助大家切实使用converse制造出绚丽的demo 应用在自己的产品中 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大家在掌握了converse技术后 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动画游戏作品 好 现在让我们开始converse的第一课 三 二 一 开始 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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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并且 结束 一直 一点 是 .